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从银行贷过款 或者说现在还有银行的贷款 那么大家都跟银行把握交道 大多数人对贷款申请的步骤 所需要的文件可能都非常熟悉了 那么主要的文件就是过去两人的报税单 如果要是LLC的话 要提供你公司的报税单 还有个人的财务证明 财务报告 还有W2 还有公司的工作证明信 那么这里我早中说一下 是免费的credit report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每个人依法都可以得到 一份免费的你的信用报告 要去这个annual credit report这个网站上 你可以申请一家团的公司的 也可以申请三家的 像transunion啊 还有那个experience什么的 可以删这三家的 那么我呢就是 强烈的就是强烈的希望大家能够去拿一份这个report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ID被盗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事件特别多 那么你简单一看你的report的话呢 看看有没有人用你的social security number去开一些信用卡呀什么的申请贷款呢 甚至于一些collection你有可能发生 如果你要是申请银行或者是政府的工作的话呢 那么你的雇主也要查你的信用报告 信用报告的话呢 你看到的信用报告是没有分数的 正常的信用报告呢 它的分数是450分到850分之间 一般700分以上算是比较好的信用分数 那么如果你要想申请贷款的话呢 至少要650分以上 我们看到的query report上面是有分数的 对 下一条 刚才还忘书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经常碰到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说我报税不高能不能贷款 答案是可以贷 怎么贷呢 现在有一种叫不长收入的贷款 这种贷款呢它呢风险比较大 对银行来说风险比较大 那么高风险呢必然就是 跟高利率是挂钩的 所以呢这种贷款呢一般要比 检查收入的贷款呢 低率要高2% 至少2%以上 还有一个人会说呢 那我能够拿到多少的贷款呢 你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前面讲要做test return 必须要两年的 如果我的公司是刚刚注册的 那没关系 那会不会影响我的分数 不影响 那个不影响 那个属于特例没关系 然后如果是business的话 它查credit score是owner credit score 或者是所有 只有一个还是所有 如果要是business的话呢 business一般没有credit score 除非你是construction company 会有cdi report 那它查什么呢 如果business business的话它一般没有credit score 那它就一句owner的credit score 对 没错 谢谢 有人问说我能够拿到多少的贷款 这个怎么算呢 两个办法 最简单的是 death to income 这个呢就是说呢 你所有的 所有欠银行的钱 包括你的mortgage credit card auto loan 所有的这些 这些债务 然后呢除以你的每年的收入 得出来的这个比率 怎么跳 怎么跳 得出来的这个就是 DTI DTI呢应该是越小越好 那么 benchmark是不能超过40% 还有一个办法呢 是比较精确的办法 就是银行的办法 这个呢算起来呢 麻烦你 但是很精准 就是用你银行的那个 报税单的第一篇 最下面有一个叫做 Udjusted Coral Income AGI AGI呢那个呢 减去你的gaming expense gaming expense一般是 AGI的20%到30% 但是如果你的AGI太低的话 那么就用一个fake number 比如说一个人两万块钱 这样子 然后再减去你的联邦税 跟周税 得出来的呢就是 然后再加上 加上Schedule E上面有一个 Schedule E主要是大家 就是报一些business income 还有那个跟房产有关系的一些 一些费用 那么要把Schedule E上面的 Depression那个费用加上去 大家都知道Depression呢是 Non-cash expense 这个钱不是真正花出去的 只是为了抵税用的 所以要把这个钱呢加上去 另外呢还要加上这个Schedule E上的这个利息 也要加上去 最后得出来的就是你的那个Cash Inflow 刚才我说了 如果你说我能够贷多少款呢 你把你的那个Mortgage 说成X 中1.2到推 推出来的那个Mortgage 就是你能够贷多少钱 大家有问题吗 Depression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是paper了 对 Interest 明白哈 OK 我问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有Interest Mortgage 是PMI 包括那个里面 包括在里面 对吧 那你这个上面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是必须要把这个Interest 给它加回去 然后才能处理它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知道了 知道了哈 这件没有问题了哈 戴维森 这一块的Cash Inflow 是什么 是你每个月Credit Card的Average Expense 是吗 不是 不是 Minimum Payment 比如说你一个月付200块钱 你只付Minimum Payment 那我都付了吧 都付也没关系 就是说它是Average 就是一个Average的一个数 但银行一般都是用那个Minim Payment 就是你用20块钱一个 付20块钱一个月也可以 就是一个大约的一个数字 下面我讲一下这个贷款申请的过程 一般呢 要30天到45天的样子 那么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 你一定要问你的Ninimum Broker 或者是银行 大家贷款的时候呢 都会多找紧银行去比较一下贷款的注意 这也是人之常情 对吧 那怎么比较呢 你要注意啊 比较的时候比较API APR 就是它的 Annual Percentage Rate 而不是比较贷款的 Interest Rate 为什么那么说呢 比较的时候要比较苹果跟苹果 橘子跟橘子 你不能拿苹果跟橘子比 就是这道理 那么APR跟Interest Rate 什么区别呢 那么APR里边 它把银行收取的手续费 还有其他一些杂项费 全都包裹在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有效的Interest Rate 明白吧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这个Rate到底是Fixed 还是浮动的 浮动利率呢 它一般是跟这个 美国的国债相挂钩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 在这次房市当中的话呢 这个浮动利率呢 其实呢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这个 房地产市场的这个 这个泡沫可以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怎么回事呢 浮动利率呢有两个缺点 大家都听说过滚雪球的例子吧 债越股越大 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盖在这个贷款的初期 一般是三年到五年期间 它的这个利率呢 涉得非常的低 然后呢每个月的月供呢也很低 三年以后的话呢 月供突然间翻翻了 那么突然间有的贷款人 一下子就拿出那么多钱出来 然后呢于是呢 房子就被银行收回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在把贷款初期的时候 它月供低 是因为呢 它每个月的月供 只够于付这个贷款的本金的 那么贷款的利息呢 银行就给你加到 你的这个贷款的本金当中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的这个 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要问清 你待会有没有pre payment penalty 我提前付清楚 可不可以 下面一个呢就是 discount points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pre payment penalty 最近有过一个情况 就是说 我在过户的时候 它写的是no prepay penalty 但是呢就是过户的时候 这个broker就是说 加了一个就是说 可能就在 就是他加了一条 你最好三个月或四个月之内 不能再re-buy一次 就是 这是怎么操作 我就是有点confused 我的合同上明明写的是 no prepay penalty 就是我可以任何时候可以pay in full 但在practice上有些 那个long process 就会跟你说就是 你最好不要在三个月或四个月之内 pay in full 这个 您能不能跟我讲 这种情况 我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 您说的是 签合同的时候 是没有pre payment penalty 然后在closing的时候 你在closing 当初没什么发现 就是agin 他会跟你说 因为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 commission是怎么操作 就是说 他可能有一个就是 后面一个deal 就是说要求 就是你不能 就是过一个之后 你再做一次通行代行 他说你要这样做的话 那我就回答了 这个呢 我给你说 一切都以你签字的东西为主 以你签字的paperwork为准 看上面是怎么写的 你不要听别人怎么跟你说的 看上面是怎么写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那您做的long 就是说 就是顾客至少 他第二天去做 没有就是没有 那就是有 以前跟你说没有 突然间在最后closing的时候 跟你说这个long 不能提前付清 我没有这种情况 就那您做的long 就是没有要求顾客 就是要求在四个月之内 不能再做重新代行 您没有过 我没有过 对一般都是三五年 一般是三五年 没有说几个月之内的 一般是三五年 因为有的时候利率降得特别快 有可能我过两个月 我就要重做一次 然后就可能降一点点 其实要算很多的事 就是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可能你说的是两回事 一个事就是说 你在closing document的时候 他说你没有prepaid talent 这是给你 所以你以后什么时候配了 你可以在你这个贷款期间 任何时候配完这个肉 应该是没有配 对我记得 人家附近都没关系 对这个是没有矛盾的 他说贷款这个事是银行在refinance的时候 一般的时候 你至少等六个月以后 再refinance 你可以refinance many times 但是这个间隔一般是 位置六个月左右 但是这个为什么有六个月 这是银行怎么掌握 和你那个没关系 没有就是从顾客来说 就是我父亲的 对对就是我父亲的 你还是没有parent 你还是没有 re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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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是个父亲的会 是 银行要求你refinance refinance 有时候他说 我做六个月 每六个月可以再给你refinance 没有没有 我找个银行 新的银行 我找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 我明天我找另外一个银行 他给我重新贷款 就父亲我现在的旧贷款了 那么这种情况 有没有这个限制 因为我就是 就好像我听说 是说最近才有的事 我没有听说过 就您从来没有要求 您的顾客在做贷款的时候 不管什么贷款 就是说 您在几个月之内 不能重新贷款 您在做的 就PACS当中 有过这个要求吗 没有 像这么短的时间的 不过我觉得 你说的那个 倒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它可能 银行会有一些fixed cost 它起码要cover这些 cost 对不对 所以它要求在短时间内 不能够马上重新贷款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吧 对 但是这个你要问清楚 这可是一般标准的这个做loan的话 它都写的no prepayment penalty 所以我这个就不太清楚 那到底是以哪个为准 我觉得它是你书面的 书面你签的书面都以为准 任何时候打关机的时候也是 什么事情都以书面的 您是在bunk做的还是做mortgage broker 我是专门做bunk的 你是bunk的 对 mortgage broker 跟你那个是比较的 就是反正是比较的 你要是这样的 你要是这样的话 对对对 这是bunk point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他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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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能说 好 discount point 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但是这里边的花活 可能大家并不一定真正了解 discount point实际上是银行说的 是另外一种手续费 简单来说它是你提前付的interest 在closing时候提前付的interest 这里边给大家一个tip 就是说一个discount point 相当于把你的interest rate提高1% 我问你一个问题 二十万的loan 二十万的loan 百分之五的interest 两个discount point 跟一个二十万的loan 五点五的interest rate 有没有discount point 是哪个好 哪个好 谁知道哪个好 哪个好 谁知道哪个好 哪个好 何个好 8分之1点 对,8分之1点 对,对 那5分呢 它实际上两个discount point 那就是多少 四分之1 对不对 相当于1.25的interest rate 这是为什么 第一个要比第二个好的原因 明白了吗 没有 第一个 还没明白 还没明白 重讲一遍 重讲一遍 一个discount point 相当于把interest rate提高1分之1 8分之1不是0.125吗 对吧 那么20万的long 5%的interest rate 两个discount point 相当于多少呢 相当于5.25的interest rate 8分之1要比第二个好啊 第二个是5.5啊 对 我说是第二个是5.5 no discount point 明白了吧 但是你要现在你要交易 要去买两个方式的钱 对 对 你的closing是这样交 对 对 对 这要看你房子住多久 对 所以说这个指示就是说一个粗略的一个计算 对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Origination 这个呢 这个呢 一般是银行的手续费 这是银行主要的一个非income 一般是loan amount的0.5%到2%之间 下面是closing statement 那么在这个closing之前一天法律规定呢 听众申请人呢都可以拿到这个hard 这是法律规定的这是你的权利 你可以呢去找银行要 但你要不要的话呢银行可以不给你 但是你要要的话银行必须要给你这是你的权利 那么这个hard上面呢它主要呢就是列举了很多的closing costs 比方说像loan origination费 attorney费 appraisal费 还有county的这个recording费 等等 这些费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啊 没有什么可以negotiate的地方 唯一可以跟银行bargain的呢就是这个loan origination费 这个银行手续的费都是可以跟银行bargain的 其他的呢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从2010年开始 hard呢开始从以前的两页纸变成了现在的三页纸 那么第三页呢它会把这个good estimate good face up estimate给你列到第三页上面去 主要为了方便大家呢做一下比较 看一下hard跟这个good face up estimate有什么大的出入没有 基本上来说不会差太多 接下来呢我谈一下这个银行法拍 呃房子被把拍的这个过程 呃在这个贷款过程当中呢是一个非常漫长的 呃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那么中间呢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 呃比如说你丢了工作了 付不起这个贷款的月供了怎么办呢 呃先找银行 那么银行呢也不是说 呃任何一个人有这种要求的话呢都可以满足 那么银行呢需要你提供证明 证明呢比如说你是丢了工作 为什么付不起啊 就是说数据所有的paperwork 来证明你确实是 是get in trouble 那么呢银行会考虑给你做这个loan modification loan modification呢它可以包括 给你降低interest rate 呃延长你的贷款期限 从15年 比如说给你延长到30年 这样的话呢 你每个月的月供呢就降下来了 那如果说这些办法 最后还是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那怎么办呢 那就要跟银行work out 做这个short sale payment 好售 嗯 它的好处呢 对贷款申请人来说 付一下你的信用记录 付一下你的信用记录 所以呢你还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对银行来讲的话呢 银行可以省了大量的 一大笔这个昂贵的这个律师费 broker的入金 还有呢 这个房屋的围护啊 修理啊 insurance的费用 还有节省时间 帮银行的重新收费贷款 嗯 但是呢 非常不幸的是 short sale的成功率呢 不够30%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银行的反应 非常的迟缓 short sale之前银行叫做一个appraisal 一般来说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给这个房子定价 那么有些买家呢 可能在这个一个月当中 可能他怕呢 再会看到市场上出来其他更好的房子了 说病呢 可能就 失去耐心 就不想再等了 或者干脆就work away了 这就是为什么short sale不是非常成功的主要原因 如果short sale再没有work out的话呢 那么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房子被法派的过程 我问一下 short sale的价格的话 是不是有什么优势啊 short sale当然是有优势 但short sale主要是根据那个银行出那个appraisal来决定的 他有时候感觉到市场价格也没有太大 那我看他那个 嗯 跟他的none有关系 看到none balance是多少 那只是收回你银行的欠的钱还是什么 至少要收回银行的欠的钱 那么有的时候呢 银行他的那个asking price会稍微高一点 会cower他的律师费用啊 还有广告的费用啊 appraisal的费用 有没有银行你费本买的呢 也有 哦 有 他这个叫short sale主要是 费本 他这个叫short sale主要是 short sale主要是 short sale主要是 这个lone 你想去lone allocation的所有的差额应该做算你的 收入 下一年报税的时候是算你的收入 对吧 就比如说你降低了 降低的差额是算你的收入 还是 不是 你说那是kandal game的问题吗 是吗 你去问那个问题吗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比如说 你原来人家的收入 你还卖贵了 你赚了跟你有赞 你不想把那块报税啊 你刚刚跟他问的一次说 如果你的 你的那个 你的债税否给了 是不是算你明抗 对对对 那是 是吧 就是说你不管得了任何好处 或者降低二丽率 或者降低 payment 你降低那部分都应该算你的当年的收入 对吧 就是那个lone modification 对对对对 那我以前的balance是十六万 现在 只要你花十四万 你现在说这两万块钱 那是他的银行 那是 principal reduction 对 那地方怎么报税的话 我还真不太清楚 或者是 rate reduction 一般来说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 当你这个房子有三个月长 连续三个月没有付这个月供的话 银行就开始法拍的过程吧 连续三个月 法拍是什么一个过程的话呢 第一个月你会收到银行的电话 问你为什么没有付款 那么你这种电话呢 你最好还是接 接啊 不要不要注重处理 接下来银行会给你发 demand letter 就是督促信 就是告诉你说 在某月楼日之前 一般来说的话呢 住家的可能是三十天吧 要是商业的话 应该是时间给你这个 三十天工作日的时间 让你呢 把这个欠的那些贷款呢 还有这个那个利息 还有这个 late fee 全都补齐了 这是趋促信的内容 接下来的话呢 银行就开始法拍的正式步骤 那么依据法律规定 银行呢 要在当地的报纸上 连续打四个周期的广告 广告的内容呢 只要包括哪家银行 拥有哪些不良资产 房产的地址 还有这个 这个竞拍的时间 还有这个 他欠的欠款的金额 这些呢在广告当中都能看得见 下面第三步呢 就是法庭拍卖 刚才呢 David讲的时候呢 可能有一位男士已经提到过这个法庭拍卖了 就是这个Super Tuesday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每个county的 在法庭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 一般叫做超级星期二 Super Tuesday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这一天 county前面的台阶上 会有很多投资者 还有债权人所拼用的法牌律师 他们会把银行的不良资产公开的对外进行销售 这个呢 就叫做 他一般都是在这个法庭前面的台阶上进行的 所以他就叫 Cult Staff Auction 这一般在什么报纸 在 在 ajc上你看不见的 ajc太贵了 你一定要去county level的报纸 比如说像 Grenette Daily Post 即使free的标志 不是free 一定不是 就是说 county一般都是在county的报纸上 嗯 大报纸上 马尔都没有 在马尔亚塔那边 就是马尔亚塔Daily 也是Daily OK Cult Staff Auction 那么在这个 银行进行拍卖的时候的话呢 如果说有个房子 无人问津 那么怎么办呢 最后这些房子的产权 就又回到了银行的手中 被银行收回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变成了 那个银行 变成了二一欧 就是real estate owned by bank 变成了银行自己的房子 那么呢 银行呢 再通过 再聘请broker 然后呢 把这些房子 当外来销售 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这个法庭拍卖呢 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这是有两个原因 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是 那些投资者呢 他呢 没有权利 进入到这些 法派的房子当中 所以他看不见房子具体的 内部的情况 只能根据这个房子所在的小区 能看一下 其他类似的房屋的一些情况 然后进行粗略的估价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说 这些房子所在的地方 这些房子它有可能会存在 存在 存在 比如说 低税没有付金 或者是有 muchanical lien之类的 另外呢 也有可能存在产权不经的问题 这一种两种情况呢 会下降很多投资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法庭拍卖 不是很成功的原因之一 嗯 在 你说第二点 就是你在报纸上 你会讲的 你要 这些都是 就是 是不是欠 欠钱 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 对 所以说 投资者 要 要